嗨嗨 大家好 我是貓咪 飲食文化 各國因文化或地理環境的影響 總會衍生出不同的飲食習慣 像臭豆腐 鴨仔蛋 總有人喜歡 總有人害怕 今天我們就要帶來幾個 世界各地工人最噁心的食物 當然這些食物只是不合我們的胃口 我們只是不喜歡食而已 第一個叫做 羊眼球果汁 英文是Ship Ice Juice OK Oh No 很明顯它就是一個杯子裡面裝了一顆眼珠子這樣 這邊有寫它是 羊眼球果汁是蒙古解宿醉的偏方 所以假如你一個喝醉的朋友 可以推薦他們來喝一下這個果汁 它是番茄汁醃漬養眼而成的 在這個是影片的部分 這一部好像是Cow Ice Juice 是牛的 牛的眼睛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 太多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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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們感覺是要咬那個眼睛吧 然後把它變成吃之後再喝掉 喔!好,其實這個還行 我覺得這個還行 這個有點像是吃魚眼睛的概念 我自己想是這樣啦 雖然羊或牛的眼睛比魚的眼睛大可能多 有人吃過嗎?有人可以跟我說 魚眼跟羊眼跟牛眼的味道有什麼差別嗎? 反正我不行啦 抱歉,我應該是沒有辦法吃羊的眼睛 好不好,我做不到 好,next 下一個應該比較多人知道 叫做活屈乳酪 活屈乳酪 它是利用幼蟲 然後讓乳酪發酵 就會讓乳酪的質感變得十分柔軟 並滲出許多汁液 然後幼蟲是乳白色半透明的乳蟲 長度約8毫米 God,Oh my Jesus 所以就是一堆蟲蟲在乳酪裡面的一種食物 這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好多蟲蟲喔 Oh Jesus 我有點頭皮發麻耶 反正就是吃那個乳酪 如果你要把蟲吃下去也是可以 看個人口味啊 有些人會把蟲吃掉 有些人不會把蟲吃掉 就是看你個人 好,再來這一部也是活屈乳酪 然後是大主廚 等一下這個畫質太差吧 OK 反正你們覺得如何呢 我是不喜歡啦 好不好 完全不合我的口味啊 我不喜歡啦 好,下一個 這是來自中國的一道菜 然後這個好像已經成為禁材 它叫做三枝菜 也叫做三角菜 那為什麼它叫這個名字呢 它主要食用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才出生一到三天的老鼠 然後為什麼它叫三角菜 就是因為你吃的過程中它會叫三聲 第一聲嘛 你用筷子把它夾起來 它會 一聲 第二聲就是 你把它拿去沾調料 就會 第二聲 然後第三聲就是你把它吃掉 你咬下去的瞬間它就會 第三聲所以叫做三角菜 有沒有很生動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先看一下三隻菜的圖片 好不好 圖片 OMG 這個老鼠也太大隻了吧 我現在光看圖片我就已經 欸,雞皮殼它跑起來了 我們現在來看的是什麼呢 影片 欸,啾啾啾啾叫我的寶貝 啊 啊 OMG 啊 太配酒吃欸 不是不是 有人看到那個碗裡面的老鼠還在走嗎 OMG 欸,旁邊的人還是有說有笑 喔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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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的還吃得非常的爽 OK 就是 對不起,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有點 讓我驚訝到了 而且它吃 它剛剛吃那個老鼠的時候 它不是整隻吞進去喔 它是故意咬一半欸 就是可能 把它頭先咬掉 怎樣的 喔,不要再形容了 OMG OMG OK,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我是不喜歡的 好不好 我不喜歡吃啊 真的,我不要吃啊 NONONO 拒絕啊 下一個菜叫做 船區隔 海船區隔 好,反正 然後這道菜它是 是來自泰國的 溫熱氣候地區 非常喜歡吃的 它是一種 蟲 然後它是 海生軟體生活 反正那種蟲就是會鑽進 還有 鹽份的木頭裡面生活 所以 吃到這道菜的人 他們都要去 就是 從木頭裡面挖出很多 藏藏的東西 而且 泰國的居民都喜歡 神吃它 對 就是直接神吃 超狠的 然後聽說這道菜有 壯陽的功效 OK 那個它手上拿的那一條的 應該就是 我們的那個 匆匆 它 裡面很多隻耶 你們大家仔細看 那個木頭裡面 都有一堆 白白一條一條的 OMG OMG 他們 他不要直接吃吧 來囉 開吃囉 它笑得很開心耶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它吃得非常的有笑容 就像是我在吃巧克力的時候 OMG 今天看蠻多醜的 可是還是 我還是比較不能接受 那個三角菜 三角菜也是在我心裡 有點陰影 OK 好下一個 下一個是 欸其實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是 什麼菜耶 這是 我找到了一部影片 然後它也是在吃 反正很多人都會吃 那種醜醜 含有豐富蛋白質啊 還不會要吃這個吧 這是毛毛蟲吧 還是這是什麼 非常的肥美喔 OK它現在在生活 直接開煮啊 開煮蟲蟲 有食慾了嗎 各位 有喚醒各位的食慾嗎 它滋滋生 我感覺我彷彿都聞到那個味道了 好開吃了 非常燙非常燙 阿舞 阿舞 欸阿舞 大門 小iles 在小聲 偌到小聲 現場 警察 不行不行不要看了不要看了 肚子餓嗎來看這部 絕對讓你充滿食慾啊好不好 今天看所有食物裡面 哪一個是你最有食慾的呢 反正今天影片裡面的食物我真的是 我真的都不能好不好 都不是不合我胃口啊都不合我胃口 OK好反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要趕快去吃巧克力安撫我現在的情緒 好不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